应父及子及圣神之名 愿天父的慈爱 基督的圣从圣神的恩赐 与你们同在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亲爱的兄弟姐妹们 现在让我们恭听天主的圣言 恭读约纳先知书 那时候上主传话给阿米泰的儿子约纳说 你起身往尼尼威大城去 向他们宣布 他已注意到他们的邪恶 但是约纳想逃避上主 逃到塔尔西斯去 就动身到约培 找到一条开往那里去的船 他缴了船费上了船 和船员往塔尔西斯去 好远离上主 但是上主使海上起了大风 狂风大浪 袭击那条船 船几乎要瓦解 水手们都惊慌起来 美人呼求自己的神 并且把船上的货物 抛到海里 以减轻载重 约纳却下到船舱里 躺下沉睡了 船长走到他跟前 对他说 你怎么还在睡觉呢 起来呼求你的神吧 你的神也许会可怜我们 救我们一命 船员彼此说 我们来抽签 看看是谁惹的祸 他们便抽签 约纳竟抽中了 他们问他 告诉我们 这场灾祸 是不是因为你的缘故 你是干什么的 从哪里来 你是哪一国人 属于哪一个民族 他回答 我是西伯来人 我敬拜上主 他是天上的天主 他创造了海洋和陆地 那些人听了都很害怕 就对他说 你为什么做了这事 大家都知道 他正在逃避天主 因为他已经告诉了他们 他们又问他 我们该怎样处置你 才能使风平浪静 因为海浪越来越汹涌了 他对他们说 你们抬起 我来 把我抛进海里 风浪就会平静 因为我知道 你们是因为我 才遭到这场风暴 船员虽然尽力摇甲 回想 想回到海岸去 却是突然 因为海上的风暴 越来越汹涌 他们就呼求上主说 上主 求你不要因为 我害死这个人 使我们都要上身 不要把无辜者的血 归到我们身上 因为你是上主 就按你的意思做吧 于是他们抬起 约纳来 把他抛进海里 海就平静了 船员们都大大敬畏上主 便向上主献祭许悦 上主安排了一条大鱼 吞下了约纳 约纳在鱼的肚子里 过了三天三夜 后来 上主命令那条大鱼 把约纳吐在沙滩上 天主的圣言 感谢天主 上主 你从深渊中把我救出 上主 你从深渊中把我救出 我在患难中呼求上主 他便应允我 我从阴府深处呼求 你便俯听我的呼声 上主 你从深渊中把我救出 你把我抛入海心深处 大水包围了我 你的波涛和巨浪漫过了我 上主 你从深渊中把我救出 我便说 我从你面前被抛弃 但是 我仍要瞻仰你的圣殿 上主 你从深渊中把我救出 当我奄奄一息时 我记起了上主 我的祈祷 上达于你面前 直到你的圣殿 上主 你从深渊中把我救出 阿雷路亚 阿雷路亚 主说 我给你们一条新命令 你们要彼此相爱 如同我爱了你们一样 阿雷路亚 阿雷路亚 愿主与你们同在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光读圣路加福音 主愿光荣 那时候 一个精于法学的人起来 试探耶稣说 老师 我该做什么 才能获得永生呢 耶稣对他说 法律上记载的是什么 你是怎样读的呢 他答说 你要尽心尽情 尽力尽义 爱上主 你的天主 并且爱灵人 如爱自己 耶稣向他说 你答得对 你这样做 就必得永生 但是 那人愿意显示 自己有理 就对耶稣说 谁是我的灵人呢 耶稣答说 有一个人 从耶路撒冷 下到耶里哥去 遇到了强盗 他们剥去他的衣服 把他打得半死不活 丢下他就走了 恰巧有一个司机 路过那里 却只有看了看他 便从旁边走过去 又有一个乐位人 也是一样 他到了那里 看了看 也从旁边走过去了 但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 路过他那里 看见了 就动了怜悯的心 立刻上前 把他的商处倒上 在他的商处倒上 油与酒 包扎好了 又扶他 骑上自己的牲口 把他带到客店里 小心照料他 第二天 他拿出两个银币 交给店主说 请你小心看护他 不论额外花费多少 等我回来的时候 必要还给你 你认为这三个人当中 谁是那个遇到 强盗者的灵人呢 他答说 是怜悯他的那个人 耶稣就对他说 对了 你也照样去做吧 基督的福音 基督我们赞美您 在今天的福音当中 耶稣教导我们 应该爱我们的近人 谁是我们的近人呢 耶稣通过这个比喻 告诉我们 任何出现在我们生活中 并需要我们帮助的人 都是我们的近人 这与他们的身份 与地位无关 在现实生活当中 有些人习惯性地 把人分为三六九等 不同的类别 并以不同的方式 去对待他们 但这不是耶稣的教导 也不符合福音的精神 事实上 没有人无缘无故地 来到这个世界上的 也没有人是无缘无故地 进入我们的生活当中的 所以我们应该用信仰的眼光 去看待我们周围的人 在今天的福音当中 耶稣所讲述的这个故事当中 这个被强盗所打劫 打劫的人 他是犹太人 然而同样作为犹太人的 司机和乐位人 却没有帮助这个可怜的人 相反 是一个撒玛利亚人 却帮助了他 撒玛利亚人和犹太人 彼此之间是很少有来往和交流的 因为犹太人认为 撒玛利亚人敬拜的神 不是真神 不是真天主 所以他们之间是有隔阂的 一个非犹太人 帮助了一个犹太人 其实他们之间有冲突 这告诉我们什么呢 这就告诉我们 耶稣肯定 爱是超越国家 种族和宗教的 爱也是超越肤色 地位和身份的 作为基督徒 我们不能因为 人们的身份地位 种族不同而区别对待他们 我们必须要知道 每个人都是按照天主的肖像 所造的 每个人都被耶稣的宝血 所救赎的 所以在天主的眼中 每个人都是珍贵的 都是无可替代的 都是被天主所爱的 虽然不是所有的人都会承认 耶稣是他们的救主 跟随耶稣 但是作为我们基督徒 我们应该为了爱耶稣 依然要去爱那些 进入我们生命中的人 说起来很容易 做起来确实很难的 但是我们不要弃累 只要我们愿意迈出 爱近人的第一步 天主一定会帮助我们 让我们惊艳到 为了爱他而爱近人 所获得的平安和喜乐的 主内亲爱的兄弟姐妹们 通过今天的福音 愿我们都学会 不要因为人们的不同的地位 和身份而去区别 对待他人 这不是耶稣的教导 和福音的精神 相反 我们应该常常怀着 信德的眼光 去看待我们周围的人 并为了爱耶稣 而尽我们最大的努力 去爱我们的近人 愿天主赐给我们恩宠和力量 使我们更好的爱主爱人 阿们 愿主与你们同在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愿全能的天主 圣父圣子圣神 降福你们 阿们 请赞美上主 感谢天主 感谢天主 谢谢大家